法國總統馬克龍2月4日週四表示 雖然歐盟因共同價值觀與華盛頓立場更為接近 但不應與美國結火對付中國 馬克龍在華盛頓智庫大西洋學會播出的視頻討論會上表示 合火對付中國的局面也是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情況 對他來說這樣做是適得其反 法國總統這番講話有別於其他歐洲領導人 鑑於拜登新政府明確地強調加強同盟國的合作 歐洲領導人大多認同與華盛頓結盟應該是對中國的策略 但馬克龍認為這種應對中國的共同戰線 有可能迫使北京降低在譬如是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意願 並且可能加劇它在亞洲包括南中國海的侵略行為 拜登總統週四在美國國務院發表就任總統後的首次外交政策說 他演講的主軸落在同盟友的合作上 他說美國會回離,外交會回離 所謂的主軸落在這裡 所謂的物質 收集的當然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